在运通 大盤今天又在创高 15631 期货是没有过了 大盤过了 那昨天跟你谈到说 他大盤昨天拉回到那个地方 刚好小时线的部分 其实昨天拉回来 期货是有破一点点线 可是大盤它并没有破线 它大盤以这个轨道 大概是这个轨道来看的话 它刚刚好 它刚刚好是昨天刚好没有破线 刚好点到 那昨天跟你谈到说 其实像这种架构 如果说大盤跟旗子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结构的话 还是要以大盤为主 因为期货本来就比较会乱跳 然后又有一些逆夹茶 有的没有 就是增加非常大 那大盤是比较精准的 比较准确的 那今天又冲出去 又过一点点高 当然今天这个出去的话 也不是说今天这一出去就马上说 我还有机会再推另一段 因为它这种出去 它今天过一点点 过一点点 好 当然目前来看 看起来好像气势很强 对不对 可是你重点是 这个地方如果推 你让它拉开 让它拉开是没问题 拉开的结构它还是沿着 就是还是沿着这个轨道 还在持续往上推 还在持续往上推 因为我一直强调 我说这个脉动 都不过你看那小时线就晓得 其实它并没有很明显的说 来个一二三四五 不当然你细微看 也许那边一段 二然后这边又一段 然后这边这一组 好像看起来结束 看起来而已 其实因为它那种细微脉动 并不是那么的明朗 所以我们会以一条上升趋势线 来做辅助判别 它并不是像类似这种 有没有 特别你看这一段 它是一路的慢慢粘出去 它变为一段 这个的话它是比较明朗 有一个小的一二三四五坡 一看那一个一二三四五坡 还算清楚 这个就没有 它目前还在这个轨道 一路再往上推 一路往上推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跟你谈论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会 相对会稍微谨慎一点点 可是还是维持 还是维持 股票还是维持往上做多 没有问题 只是说持股会更精简 更精简 当我们去挑我们认定的个股 然后去注意它的切入的买点 切入的买点 目前的操作策略大概是这个样子 指数的部分 通过指数的部分 我说这一段 你当然持续推出去 当然很漂亮 那你就有机会说 它来个等幅测距去 来个等幅测距去 那我说这一种 因为它这个地方开始 它是一个大迷波的 它一个震荡整理往上 那第一次三段来 其实是很漂亮 好 也就是说这个结构 你看它长线的部分 这个大一波落底 九波格局大一波落底 越过上下降轨道开始 我说这个地方是大一波落底 就是大转折 12629 接下来这个都是叫做大迷波 这边十个月 这个大迷波会超过一年以上 甚至还不止 那我说 当然迷波它会在那边震荡 那震荡的三段式的震荡 其实是已经很漂亮了 已经很漂亮 只是说这个第三段 它能够推上一个地方 那如果说它等幅测距去 当然是怎么样 可是这个三段推上 我判断它还是要再拉回来 还是要再拉回来 所以我说它今年就是一个震荡 大区间震荡 那原则上就是维持在这个区间 当然这个区间很大 6000点 6000点 你初步第一次震荡 就要在这个区间 可能先维护其微 那一种是很多次的震荡以后 才有机会说来这边 然后又在那边震荡 比如说你三段式的 来这个横台或是小拉回 然后再 才有那一种 有机会撤到上面来 你第一次马上三段式 第三段就要来到那个地方 可能性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它是一个震荡 它会比较复杂的震荡 比较复杂的震荡 所以我说它今年 这个大壁坡的结构 你一些比较 中极数的转折好好掌握住 那目前大壁坡开始以后 是出现有两个转折 我所谓的中极数的转折 今年会有几个重转折 你把它好好掌握住 今年大概应该会应付制度 哪一种 类似这一种 这过去的就不要讲了 我说接下来的 这个大壁坡重转折 这大壁坡落底书 大壁坡开始 这个地方第一个转折 叫12月1号 12月1号 这12345坡 这个卖动2500点结束 这个下来1100点 这个12月1号 这个12月29 这个拉回整理结束 再推另外一段 这个转折 目前出现这两个转折 当然下一个转折 就是要往下转了 下一个转折就是往下转 只是说下一个转折 什么时候转了 这是重点 我说你那完整架构 这个是一个完整结构 五坡走完它转 这个是拉回整理 它是五坡式的拉回再转 这个地方目前 我说它比较没有一个明朗的 五坡式的推升的脉动 还在沿着一个轨道往上推 所以这个的话变成说 你要再稍微更谨慎一点点 因为这个一转的话 我个人认为 他说这个东西一转 当然初期没有那么恐怖 初期不会说几转直下 所以我们个股还是拼命在做多 你如果它情形出现了 那种情形出现了 开始转折 你再出都来得及 而且是有时候还有高点 所以那个不用担心 只是那个转的话 你那个格局就要稍微拉大 眼光是稍微放远 它可能一转的话 可能稍微拉回幅度 会稍微再深一点点 好 那就是吧 整个目前盘式结构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从期货来看 我们从过完年 新春开门盘开始追踪 这个13938推上来 就直接跳上来500多点 就开始最推动了 其实这个推动从过年前 这个圣诞假期前后那一个礼拜 我们就跟你谈到 这里是布局的好时机 这个都 如果你那时候都一直有 看我们节目的话 有没有 我说你会 这边一路做多 然后布局到封关 然后延续到新春开门盘 之后都是这样 有没有 就一路往上 那当然重点就追踪这一段 从13938上来 这个推升卖动 他都沿着一个尾道 再往上推 再往上推 那到了 这都没有问题 一路再创高创高拉回 创高拉回 到了昨天 昨天 昨天二八 起货是破一点点 破一点点 头发起货是破线破一点点 可是昨天特别 我就拿一个线货来跟你比较 我说他没破 他没破 他没破 今天这个又上去了 又测 今天这个期货又 这个地方又上去 那当然你说这个破一点点 他有时候是一个整理 如果一个整理确定以后 譬如说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确定以后 他有时候破一点点 他再弹一个小并破 你下来 你懂我意思吗 那大盘好 那大盘哪里 我看他大盘 大盘没破 那你大盘没破 你看他今天又出去过一点点高 当然这个过高也是 没有拉开 还没拉开 还没拉开 15617 今天来到15631 来到15631 那你来到15631 如果说他第一个拉下来 小一波没破 弹上去一个V波 假图波一点点 这都还可以接受 别人说你这个地方 我们讲坦白话 你要说很明朗的 他一定在一路往上推 那也是太过草率 我们讲坦白话 那说他一定要马上 这个地方已经 五波已经走完 要正式拉回 也太草率 因为他是卡在那个地方 比较尴尬的一个结构上面 这个我们也跟你讲坦白话 今天我们说比较有把握的结构 我们看得懂 我们就会一直也不宁跟你分享 那来到了比较就是说 他有机会转折 可是还没有那么明确转折 我们也会老实跟你谈 不是每天就在那边 用喊的 他一定上 他一定下 没有那回事 当然喊的也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会对 一个喊多一个喊空 有的一定会对 我们不是这样分析 那你用喊的去拆的 喊对的就英雄 喊错的就狗熊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分析都是有所本的 一连贯的分析下来的 那你说这个地方很明显 这个就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说这拉乳乱这避险性占买方法 到了这个地方就会比较尴尬了 有没有 这个都老实跟你谈到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比较谨慎 可是还是维持个股还是走在走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稍微会更精简一点点 会更精简一点点 这种架构 当然这个结构你 如果说可以再注意个两个 比如说他今天创高就 哇出来 那就确定他这个脉动就结束 有没有 那你说这个今天就过高 那过高能够持续推 那当然也漂亮 我们也乐观其成 也乐观其成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 当然是指数的部分 指数的部分 个股归个股 好不好个股归个股 个股表现差异很大 你还是选对才有 头发还是选对才有 我说今年的个股 你就是把它选定好 选定好以后怎么样 注意它拉回来买点 每两个股他先很多创高的 IC车也一样创高 他都有拉回来买点让你进场 都有拉回来买点让你进场 而不是每次创高以后 就拼命的在马后炮 紧上电话不是 拉回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要注意站在买方才是重点 要注意站在买方才是重点 来好 我们看个股的部分 来个股的部分 今天我们这一场影威 又再创高亮灯掌停板 好像股票好久以前 如果你有印象 其实我们从12月23号买到现在了 12月23号买到现在了 这个买的时候 当时我们这是不是遮起来的 如果你有印象 我们是把它遮起来 我说这个股票 我们也从这个地方500块 等等等等等很久 我说你要进场这个股票 你要耐心等 但是过程你任何时间买都不赔钱 所以你就等 等到这一天我们才进场 这一天我们才进场 因为它一个12345波已经落底了 这第三波还有扣文12345波 这很标准 12345好 这落底以后我们从这一段开始往上做 往上做我们还特别跟你谈到 我说其实我们看的不是它只有反弹 我们看的是它有机会推另外一个卖动 6U 就它那一段是日线从500到这里 今天掌停连续拉两根 今天掌停526已经创高了 这边500块 好我最终那一段是从500块下来到这里 有没有 这个地方我说它是一组推动 那你长线来看 其实它长线来看有没有 日线高的也是还没过 可是这种结构是比较明显的 这边三段式的 这个这二三段式 所以这个要往上发展 好那不管 你现在这个不要理它 我们现在看最近的 我说这是一组推动 那这推动我就没有介绍 它是一个结束 结束推动 那它拉回来 你注意那个拉回来 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 拼命去追高去买 不是 我每次都拉回来这个地方 才拼命跟你怎么样 才来布局 才来做介绍 才来分析才重点 你这分析在这里没有用 结果这样子怎么样 一个月就一直被掏下来 500块在这里 有没有 394 那这边我们往上走 那我们买在哪里 买大概400块左右 买大概400块左右 有一次从那470拉回 拉回昨天 昨天涨了快涨停到486 486差一块涨停 今天直接公涨停 526块停 今天2月8号 直接亮灯涨停 那当然这个亮灯创高 当然恭喜一下我们会员 可是这个股票从400块报到现在 已经也赚了120几块了 恭喜会员持股 影威6515的亮灯涨停 这股票在进场的时候 有跟你谈到我们会持续一直报 会持续一直报 我说该报的要报 该获利调节的要获利调节 那是10月23号到现在了 头发也12月23号 从这个地方 头发就几乎就 你这个就报得住 你不是说这个地方进场 然后赶快报 就已经被套了没办法硬报 然后报报报 那个这个月很痛苦 这个月很痛苦 然后报到现在后受不了 认赔 结果从这边上 我们这边接 这边接了 一路报报报 这个报他有没有问题 因为你是要获利去报 报解就比较轻松 你如果套牢这边硬报 那是等解套那痛苦 那我说我们期待的是 它另一个推动 有没有 头发今天526号 是不是在创高了 这边500块 头发这边500块 那我们进来这个地方 然后已经赚100多块了 赚100多块了 今天526 我一直强调说 半导体族群虽然不是很好 库存很高 可是其中有一个叫做晶圆代工 里面的比较高阶的晶圆代工 ASPI是很不错的 那对应过来的 高阶的一个测试界面 那当然是 没有问题的 那实际反映在EPS 反映在它的营收上面 是不是也是确实这样 你自己去看看这个盈威 头发你自己看看这个盈威的一个 营收 歪歪歪歪 四月份都还不错 头发四月份 今年的 这个是一月的 头发一月份都还不错 头发今年的一月 那个营业工作天数很少 那个一定是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大幅的下降 可是你不要被那个骗了 大幅下降结果立空出来 很多接下来一月份的营收会陆续公布 你不要看公布很差 哇一个立空出来 你杀了那个最低 那一月份 今天一月份肯定那个营收 大部分的公司都会很差的 因为营业天数真的太少了 跟去年比起来 对不对 跟去年比起来 那营业天数真的差很多 你看嘛 我们这一月17号都封关了 一过年过年 就过年到年底了 就几乎剩下半个月而已 几乎 然后元旦有个年价 就几乎一半 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公司 会公布一月份的营收 你不要被骗 哇那么烂 结果一杀下来 那个一月份肯定不好的 头发一月份工作天数太少肯定不好 头发一月份的YY还成长 还成长 YY还成长 有没有 那当然因为MOM的话 衰退一点点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YY还自然还成长 你要意思吗 你接下来会公布很多 公司的一个一月份的营收 你要特别要去判断这个部分 那个大幅度衰退必然 那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很多个股 比如说你已经觉得他不错 那在等他的一个拉回的买点 那你注意他一月份的营收公布 应该大部分都不太好 那个利空的买点 常常会是最漂亮的 那也是一个机会 头发你要看清楚现阶段 他有这样的一个态势 有这个意思吗 一月份营收大部分都不太好 那你等他公布 你如果要 如果是你在等着他要 等着要进场的 还没有找到切入点的 可以等公布的那个时候 大部分会公布的很差 很差一下来那是买点 因为重点是他后面的常态的营运动能是强劲的 一月份只是因为工作天数很少 短暂的现象而已 你要去评估这个东西出来 那其实那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机会 这些东西都有纳入我们接下来要布局个股的一个考量 那这个意思吗 好 那这个因为也没有让婚姻失望 今天再亮灯 这已经赚了一百多块了 对 已经赚了一百多块了 还在报一档一张都没有卖 这个全国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那我说是这样子 我说你个股 但能够赚不得赚不得赚不得赚不赚不赚他 看着他涨又看着他拉回来 对 报上报下了那也不对 那也不对 那能够你也要精准判别 这一档股票我每天跟你追踪 我说你就是把它报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有没有 我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实战中赚大波段 你分析那么多总金 展金 个金什么技术分析 那个统统就是废话 那很多人都是看到涨停追涨停 然后说你看我们买这个股票 问题是你要看你买在哪里 如果这个股票大概全市场 你这一段当然不 全市场大概我们买的最漂亮 而且每天跟你谈 因为它其实量不多 量其实不多 可是它高价 请你慢慢买 一定也够你买 这档股票相信这两天 以前不会有人跟你谈 只有我 只有我 因为这两天 等一下拉昨天公差一块涨停 今天又拉一个涨停 这两天肯定有很多老师在那边 一直挤上天花了 这一段绝对没有人会跟你谈 12月23号我们进场那里开始 我几乎大概每天就跟你谈 只是那时候我把牌盖住了 我说我们布局这股票 然后大概就是要爆 一路爆 爆到过完以后 然后继续爆 继续爆 爆到什么 爆到它要过高 爆到什么 爆到它推另外一段 那整个规划都如我们预期 已经都发生了嘛 这就是我说我们的操作都是有所笨 有所笨 对 那恭喜亮灯嘛 亮灯 好 那这是同一组的 当然这红康就会比较没那么狗粒 因为它是第五波了 差不多它第五波了 有没有 这种就大概就是准备把他挡了 就大概就把他挡了 你知道吗 这个的话你这个之下的强度 强度就没那么强 就没那么强 而且你注意看它的一个整个营运动能 是不错 可是并没有那么爆 懂吗 爆点并没有那么大 那再看到它现在的股价 再换算回来 过来 它有个大概有个整个本益比 差不多那哪 大概就这样子 可是影位就不同 所谓影位就不同 对不对 它最高它是这个第五波 它果然有没有在过 有时候我在这里 然后整理它还是在过 它最高今天又冲到最高了 179 184 今天冲到185.5 这是3587的红康 好了 那红宝来这股票 投票你看我们红宝今天没有大涨 也没有大涨 可是我们持续跟你追踪 就会一路追踪下来 那追踪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它的后市 不是在它今天的表现 在它的后市 那这个后市还可期 为什么 投票说红宝 我说10月27落底的隔两天 大盘落底10月25号 我们又买它 对不对 又买它53.3 然后那一波冲到739然后在这边震荡 我说这种震荡接下来还是往上发展 不管是等幅测距或是ABC或是12 然后3都一样 这就是往上 有没有 就从这个地方 收到码以后涨很快 71.8 78.6亮灯 82.5 88.8 好停住拉回来 拉回幅度还算大 5258 可是这个拉回幅度还算大要怎么样 它明显从这地方推车回来12 然后第三波 第三波结束了 这个地方拉回来做一个第四波震荡整理 整理完以后这个高点应该还不是高点 所以这个我们都趁它拉回来 趁它拉回来来给你做比较详尽的分析 才是终点 因为拉回来要上车才有机会 你拉拉拉拉拉 掌停拉到冲高点 再去追那每次追完 隔链就又受伤 对不对 这是5258的红爆 528红爆 这个结构我们判断是还没有推完 还没推完 好 来 3479安琴也是 如果3479安琴这个地方 我说它主生互乱正在推 推到87.6拉回来 拉回来它第三波只是三支 这边12这主生互乱正在推 推到这里3支3 3支1 2 3 拉回3支4还有3支5 3支3 第三波才会结束 有没有 这拉回来占买法 所以我们比较每次追高差10块钱 那你每天拉回来776我们又买 又买了78 他又上去843很快冲到86.6冲到90 他又拉回来 又拉回来怎么样 我说这里就会震荡 它是第四波可能来来回回 所以这边拉回来我们上去 买上去有出 除了拉回来都还可以再买 买了上去有出 有没有 他拉回来又冲到793 又冲到814 对不对 做到86又拉回来 拉回来以后他又你看 昨天又开始动到845 今天又冲到89.4又去撤高了 3479安琴 你看一下 这个结构是不是如我们预期 他就在那边震荡 震荡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马上要冲了 如果没有 没有要冲 我说这个不会是高点 他现在这个结构很标准 这边第一波第二波 这第三波里面三次 一二三四五波 一二三结束 他现在做一个这个式 我判断他也是会比较 复杂式的整理 所以你看上去要董哥麦 他压回来要再上去 我们判断还是有机会再整理 可是这个整理完 这个高点不会是高点 因为他还有一个第五波 这个结构都如我们预期 一直在发展当中 当然如我们预期 你如果震荡整理了 你就可以来回做几次 有一些小价差 也想那整个那个大方向 你要搞清楚 这个就如我说 有些个股你把它先挑好 目标 标的先确立 确立以后重点是找买点 不是一天到那边追高 像这三之五一出去 很多人一吹出去九十块 不得了拉回来 拉回来又受不了又认赔 有没有 这种这三之五波你就不要追了 你让他去走 没关系 他拉回来就是 拉回来再来买了 那第三波就结束了 第三波结束那没关系 这个第四波会来来回回 那如我们预期也是这样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完之后 还有个第五波 就这么简单 然后结构都大概都如我们预期 那这个新唐 我说他慢慢推 有没有 他也推推推 推到今天还在创高 118 1270 5 131 142 亮灯 149 151 今天最高到156 那当然这个新唐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认为说 主张说不要过度去追高 因为这个细微波看起来有小的123数 4919的新唐 所以每个结构都如我们预期 一直在发展当中 好 我说重点 头发重点 今年的重点是在操作 在操作 只有出色的伙伴 如果只有出色的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什么远大的宏图 你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脚步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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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 真心照顾 破浪有诀窄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敏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虎式的起跑点 至今上线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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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 真心照顾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虎式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车怎么开的 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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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二四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一一零报警 或一一九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跨移等就对啦 欢迎到节目现场 我说大盘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 这个地方是比较关键 比较临界的一个架曲 可大可小 因为这个地方那种结构的话 它虽然说现在在这个轨道上面 你看这个小直线的部分 可是今天这个一出去 是第二次出去 也就是说它有没有机会 它只是一个小坡 这是观察的重点 好 这个地方 务必要做对 头部有些细微转折 要把它掌握住 我说只有出车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远大的宏图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CO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名转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赞美君 大部分切到COVID-191 全体健康 学习国后 没学习 其家政府企业 请倒入温水 充分学习 韩国主义 全体健康的变化 H